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表示 中国敦促美国摒弃双重标准 维护美国国内人权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期间 中国代表团对美国人权的恶化表示深切关注 并敦促美国以普遍定期审议为契机 制止侵犯人权的行为 赵立坚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无视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 赵立坚还指出 美国在世界各地开展的所谓反恐行动 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美国是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搞干预主义